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一样子的 中间的矿呢就是多出来的 一般呢把这个矿 如果说战了呢这个优势对吧肯定是比较大哈 现在我们有两个坦克 所以看 对方是两架出坦克 我们虽然说后方有这个坦克增援啊 但是呢这两架肯定要小兵加上坦克呀 肯定是不太好挺啊 然后你看我这个队友 他把基地呢还拉到中间来了 他把基地拉中间往前呢就没有必要 好如果说放地宝呢往前对方回放哈 我们先点掉这个粉色的坦克 但是我队友的基地是被干掉了 好再放个地宝 现在我们一脚坦克怎么顶着鸟家 感觉有点顶不住 对方坦克是不是挺多的呀 刚刚我们有个蜘蛛上来一个好 再来个地宝 好赶快造个雷达 现在没办法了 这个基地的只能炸出尽的逃路啊 然后呢我们赶快在兵营这里啊造一个辐射出来 主要他们这个动力兵啊有点多 刚刚我这个小兵呢肯定是拼不过哈 好我们辐射往前 他要拿坦克强行换呢 这样子我们也是赚的 我们再出来一个坦克 这个层次想要过来打我呢肯定是打不下 主要是我那个队友啊注意看 刚刚我们画面看了一下 这个家伙呢还在家里面造了一根防防坡 这很明显的话就是个猛性啊 这个层次的坦克感觉跟我呢差不多 好直接上去点啊 算了赶快站出去忙活队啊 毕竟刚刚呢我们打两架坦克 这个坦克有点顶不住啊王呢 这还怎么打 对方这个坦克一点一点过来 想直接来把我带走 我们辐射大家蹲了一下 好就对方过来 我们坦克就站在地板后方 好稍微拉动一下坦克继续走位 好缩到地板后方 再拉动一下打掉橙色的坦克 这样子橙色我们倒是守住了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这个手上 刚刚也是不小心的把这个荒场卖掉了 这里上了把伞兵打掉橙色的电场 现在我们手上呢还得造个荒场 你看上面我这个队友的家里面呢 马上就要被带走了 而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坦克 他说这一局还怎么打 好了这里呢我队友是不是没了呀 现在就只剩下我了 我的话呢就三个牛车 赶快把这个牛车交换好 好对方来到之座放个地板 我们造个维修场修一下坦克 这个维修场一放的话呢 我们这个基地啊就不能放在下面了 因为你看这粉色坦克是不是有点多呀 加上那个橙色的也在除坦克 他们两个人好像那个粉色的是把基地卖了 我们现在三个牛车 推开对方向过来 好放个地板加上动物品啊 他们这个坦克想要进攻呢 一下两下呢 也是把打不下我哈 我们把长想拿个继续修一下 手上呢还有两千多 因为呢我前面把那个上面队友的游戏也占了 所以说我这个经济呢三女王 加上两个游戏的经济还是可以 我们赶快要找雷达 对上对方的坦克呢 直接是冰村的两路 我们先在上面放个地堡 这个美食坦把它卖掉好 为了省电 下面这个地盘呢感觉有点守不住的哈 你看这个粉色还没有动物品过来了呀 所以说我们赶快要造辐射 主要是呢他们两家都有坦克 而我们呢就这一点坦克 所以呢我们只能用这个辐射防守一下 上方呢我们也造个民营对吧 好动物品往前坦克最后 我们直接点查粉色的坦克 先把这个粉色赶走 只要我们站住这个高地位呢 还是可以把他守一下哈 这下面呢估计就守不住了你看 这个城市还是会玩哟 拿坦克吸引我那个地宝的火力啊 吃出来把我熟射的给干掉了 这个基地没办法呢 只能上速性的拉到高地区哈 这个中锅没办法对吧 只能卖掉 好这波散兵打掉粉色的电场 下方我们辐射一蹲 好再来一个辐射 我们再蹲 这样子可以把那个坦克的是吧 烫一下哈 我们现在必须要赶快的把基地打开做中锅 手上还有三千多 我们可以继续造辐射防守 除了用辐射防守之外呀 我们这个机场呢也是相当的关键 待会对吧 这个散兵呢可以放在这个路口 刚刚粉色他那个中锅呢 好像是被我们那个散兵给换掉了 这样子他们呢就只有一家可以造坦克的 我们多少对吧 还可以守一下 想用蜘蛛没有用 你看我们拿坦克保护一下 好中锅一放 我们赶快的造坦克 这个高地看到没有辐射 可以脱裤子一蹲哈 现在粉色呢 他就只能造那个动员兵啊 我们继续造电厂 接下来呢就准备造作战实验室哈 造作战实验室呢有几个好处啊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造铁木 另外一个可以造复制中心啊 再一个对吧 就可以造船场造那个五位战舰 造复制中心呢有个好处就是 打到后期没有框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动员兵对吧卖钱哈 而且待会呢我们还可以造那个油里啊 站在高地防守 因为现在这种局面的话呢 我们去进攻啊可能是打不下的 主要我这个坦克太少了 感觉他们两家任意一家的坦克呢 都比我多对吧 但是这个地形呢对我们还是有利啊 毕竟是一个高地对吧 他们这个坦克想要强势进攻呢 也没那么容易哈 我们高科出来 这个铁木装置呢我们就先不造 主要的 目前呢就只有三个铁车 经济呢就没那么好啊 然后散兵的话 本身是想降到他们家里面去影响一下 看了下来好像没什么好的机会 你看这个橙色 他这个高科也出来了 而且他是造了船场 我们赶快造章鱼 一般都是苏军的话呢 造这个五位战舰就没什么太大作用了 你造个五位我造个章鱼一宝 是吧这样就赚了 然后呢我们这里要造了个威射火箭 这个威射火箭呢也是可以慢慢的炸一下 看一下这个粉色敢不敢冲上来 我们先把这个树清理一下 准备造个核电厂 这个粉色呢他也不敢上来啊 你看这个橙黄色看到没有 橙猫猫呢把铁木装置造出来了 估计他们两个人呢是想慢慢的玩们吧对吧 因为他们的玩家这个坦克太多了 你看我这个坦克就这么一点点 他们两个只要在中间守着 然后呢不停的用这个黑坦克来消耗我 我根本的是给不住啊你看 这个粉色的坦克对吧 来到下面纯纯移动 但是光这个粉色呢想打我呢可能是打不下 必须要这个橙黄色把两个一起才行 然后你看这个橙黄色直接造那个基多夫啊 对付这个基多夫我们最起码呢要造四五个铝带车啊 现在手上有点卡钱赶快牛车到两色框 然后把闪兵继续呢放在这个路口 好现在我们赶快在上面呢也造个换场 这样子牛车采换的效应呢就更高了 卖到这个小天长目前有三个铝带车 这个基多夫呢他这样进光我们肯定是守得住啊 好铝带车移动攻击打掉这个基多夫 本身我这个铁部装置呢都好了 但是想了想这个铁部装置放下来呢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他们两家对抗坦克呢停在下方 马上呢就要冲过来了呀 他们这个铁部时间呢马上就好了 还有游戏时间啊40秒左右 这个40秒呢快得很了 所以说保险机器对抗 我们手上呢是造了一个维修 这个维修厂待会我们就放在那个最上面 防止他一块呢把我这个基地强行换掉 如果换我基地呢我们有重过啊 有维修厂呢还是可以造基地 所以看对方套上铁幕 他们两家直接冲过来 像这种情况啊我们怎么顶 没办法对吧只能站出性的后退啊 好坦克往后方拉动 赶快把这个动物兵全部拍过来 稍有点卡钱卖掉高科 然后放个地堡 好现在他的铁幕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呀 好我们赶快把动物兵拍过来 坦克拉到动物兵后方 手上继续插地堡 这个动物兵啊承受了很多火力 你看这一波我们竟然呢神奇的守住了 好把粉色的坦克点掉 这个粉色的本身就没得住过啊 他已经都没坦克了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局面是不是有点反转的意思了呀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坦克已经非常多了 只要冲过去呢他们根本是顶不住啊 好城市后方有坦克我们直接过去 这里面有三星还有一星啊 我们直接拐进来打掉高科 打完之后往上面一拉 再把这个橙色的基地转掉的话 那这样子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就没了呢 你看这个橙猫猫 下的把基地都卖掉了 我们打掉兵营 然后继续往上走 对方只有四个 注意看 三星坦克往后一拉 然后前排的四个坦克 又来了一个三星 直接点杀 再点 看到没有又来了一个三星 现在我们有三个三星啊 一个一星 你看啊 现在橙猫猫呢 都不可思议的打了两个字 哇操 他可能是不敢相信 这种局面啊 我们都能守住 然后呢 还反上对吧 打掉牛车 那么打到这里 这两家是不是没了呢 现在橙色的倒是还在这里造枝 但是造蜘蛛已经没有用了 你看我们 这个家里面还有坦克 而且呢我经济还可以 我们情不自禁呢 就造了一个高科 手上呢我们就造这个田木装置 再造提高夫就可以了 他们现在这个粉色呢 只能造小兵 没有用啊 对方蜘蛛来 我们战术现在往后一退 再把家里面的坦克派过去 只要把这个橙色中工一拆 那么这一局是不是就OK了呢 好 这几个坦克被蜘蛛上了 没有关系啊 这些坦克呢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死兵 对吧 你看我们后方的坦克绕过来 打掉中工 这样子呢粉色就受不了自爆了 最后呢就剩下这个橙猫猫 这个橙猫猫有没有什么威胁了 直接你们合法下线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的朋友们帮给大家关注吧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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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